十年达31亿霍金领军找外星生物 英国物理学大师霍金昨天宣布将主导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任务 探索宇宙的智慧生命 米尔南投资约31亿元台币让科学家展开任务 他小时候在俄国读到天文物理学家的著作就对外太空生物有兴趣 这项突破收听计划将租用美国的绿体望远镜澳洲的帕克斯望远镜接收来自外太空的无线电波 比过去搜寻的天际范围大十倍 计划也将租用美国加州立刻天文台的望远镜接收光学讯号 计划执行任务的速度是过去的一百倍 科学认为向外太空发送讯息才耗时 讯息到达可能是千万年之后 别的智慧生命已经更高阶 不会看中地球的文明 而探索的动机是相信宇宙其他的文明 可以教导人类如何处理配置天然资源等挑战 一个是统计上另外一个是演化上来看 外界生命存在的机会应该是有的 统计上你有很多可能的环境 然后演化上面在这些可能的环境里面 只要有适当的那样刺激 因为无生命的物质是可以形成 还计算的 董新闻综合报导 向苹果爆料最有力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奖金送给你 我再捐款 每周点阅数最高前三名 就要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等各种方式